娱乐圈的更新换代就是快 虽然85花门还有偶像剧女主可以演 90花门有卯足了近往上冲 但95花门同样是来势汹汹 流量不可抵挡的 22年暑期档三部剧同期播出 苍丸爵比沉香如泻还要晚上现金半月 最终成绩以数据最逼起来 前者却要忧于后者 于树心对打杨子的胜利 所以剧目制作与质量有关 但也从一定程度上说明 现在95后是能独当一面的了 在于树心靠仙侠剧飞升成功后 2023刚开年 同样是选秀走红的杨超越 也奔上了自己的仙侠大作虫子 从素人转为单红小花 杨超越虫子首播热度破两万 央视层预热于树心 在成为女团成员之前 其实是有点粉丝基础的 蔡明明的小出圈让她自带一点热度 再加上在节目里表现得足够好 最终排名稳定 于第二名位置出道 从而开启了她的大火之路 而杨超越就不太一样了 创造101算是她迈入娱乐圈的契机 这个契机都算是意外之喜 原本她是不想着能够的 可是她的频繁反倒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性格上的活泼 使得平台也很喜欢 儿场接连作剧 邀请她当女主 这次虫子更为定级为F级 看得出是对搭机厚望了 目前从成绩上来讲 她也没有辜负别人的投入 剧目首播放出四级 随即登上热度榜单第一 跟第二名拉开了比较大的距离 针对这部剧 央视官方账号也曾经多次提及 在剧组赶开机时 为其定义为热剧 各式调侃 恨不得边拍边播 无论是海报还是台词 央视均多次转发 算是变相为其预热 有如今这样的数据 不愧是她看好的 奥运少女遇上救赎师傅 仙霞氛围满满 杨超越枯续在线虫子 最信仰的 便是其浓郁的仙霞氛围 神界覆灭 仙界为尊 凡人可以学习法术 魔族可以侵入人心 本剧的故事 从一个看似平平无奇的 小几个带虫子说起 她在城市十四年 没天没娘没背景 只能靠乞讨为生 在乞讨的团队里 她因为过于瘦小了 还经常被人欺负 灯火灿烂时 别人在欢笑 她却被绑在高墙之上等死 要不是心软的 水仙师傅来搭救 女主角可能刚出场 就挂掉了 身为魔族之后 她自带傻气 凡人称她为妖怪 仙门众人 也不感受她 唯有师傅认为 只要好好教导她 她就能长长久久 安静度过一生 就算仲子顽皮 刚来就把她养了四百年的小鱼给烤了 她也警示口头警告一下 因为不知道新果灵的果子不能随便吃 仲子被狠批美规矩 护徒弟的洛英凡听到了 瞬间不屑表示 有什么果子是我徒弟不能吃的 被人嫌弃的少女 遇到了最珍惜她的师傅 两人的相遇是美好的 但结果必然是惨痛的 之后少不了要哭得惨兮兮的杨超越 这环没到后期与师傅结恋 在前四季中 就先遇到了痛失好友的孽 她下凡来玩耍 喝得醉醺醺的 只觉得眼前的妹妹很眼熟 却没有立刻想起来 她便是自己的好友小豆子 直到隔天 她在心中冲去打听她的消息时 她才后悔自己的眼妆 眼前的小豆子不堪折磨 已成为一具尸体 看见好友如此惨烈 虫子自然是抑制不住悲伤的情绪 抖着身体缓缓上前 眼泪忍不住往下落 在发现就算是未经丹进去 她也不会活过来之后 感情更加崩溃了 回头甚至质问起师父来 呼吸再现表演不错 难怪杨超越这次出席了 那么一文有在关注这部剧吗